同样是交通问题带你来关心到的是花莲市的中原路 花莲市中原路地下道因为墙面斑驳以及集水井勾盖凹陷 19号起一连三天要执行改善工程 而市长魏嘉贤一早是前往现场视察 并且也特别叮咛施工人员要注意安全 市长魏嘉贤19号上午协同的主任秘书翁美华 还有建设科长徐国成前往中原路地下道来关切施工的情形 那在今天我们也要特别谢谢所有用路人 牺牲掉一些使用的部分必须要绕路 那我们今天花莲市公所的部分 也是在中原地下道的部分来做相关的修缮跟油漆的一个处理 那我们知道这条地下道是花莲集安非常频繁的一个 非常密集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情形 那也常常发生一些差状造成里面一些油漆的剥落 那还有水沟盖的部分也过去有一些淹水积水的状况 那水沟盖盖体的部分因为长年承受非常多的车辆的一个挤压 也有一些变形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今天是花了16万元的部分 在油漆跟整体的一个工程的部分来做相关的修缮 那预计在这个礼拜一礼拜二到礼拜三傍晚的时候会完工 上个星期清洁队先派员把墙面漆洗之后 在今天油厂商把集水井的勾盖打除 并且有专人为墙面重新上漆 这段期间必须请右路人配合改道 另外同样是市区交通要到的中山路地下道 施工所也在积极争取经费要进行修缮 我们未来也预计在中山地下道也要做相关的一个修缮 那因为现在还是在报相关的前瞻计划 希望计划核定之后 也能够把我们几个地下道 重要地下道来做相关的整理跟美化 中原路地下道7月19号封闭施工 预计7月21号下午可以恢复通行 华林施工所提醒民众绕道而行 也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介绍会欢迎施报道